一代巨星张国荣逝世已经13年了 但是世界各地的粉丝 对他的思念却是不减反增 今年是他60岁的名单 也就是美国超新星 特别在纽约筹办了一场演唱会 由新生代的歌手 现场张国荣的经典歌曲 并与观众朋友一起分享 巨星生前的点点滴滴 这些张国荣的经典歌曲 您还记得吗 绰号哥哥的张国荣 在1956年出生 于2003年身亡 在1977年香港出道 唱红了无数歌曲 与演出超过60部电影 留下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而美国纽约也有一票始终歌迷 在今年张国荣60岁名寿的特别日子下 美国超新星举办了一场 继续张国荣传奇音乐演唱会 由一般新生代的歌手演唱 一首首歌歌的经典名曲 并在现场播放过去电影片段 让观众陶醉在过去美好的时光 刚好今年就是在香港 我们的歌王张国荣 他就是60岁吧 所以我们就同上海 香港同中国同步 搞了一个纪念他的活动 继续张国荣传奇音乐演唱会 里面我们所有主题唱的 都是张国荣的主题歌曲 他的金曲 然后所有都是从我们超新星历届的 选手来演唱的 萧珊珊 文静涛 车词等这些新一代的歌手 演唱张国荣的金曲时 深情狂狂 每首歌都是与乐队经过长时间的排练 除了底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台上演唱的歌手一时之间也抽不出情绪 陷入感伤的情境 张国荣先生一直都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巨星 他不仅是在唱歌方面 还有在他的表演方面 在他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也都非常的崇拜他的一些表现 张国荣先生其实是我们整个华人 都特别尊敬的一个巨星 能参加这样的对他的一个纪念活动 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 他在其他演员方面的造诣也很高 张国荣不仅是乐坛的超级巨星 也是影坛的不朽传奇 这次活动不仅在纽约 也同时在香港 上海同时举办 张国荣永远活在我们华人的心中 以上是东森新闻 廖子怡 在纽约采访报道